大兄姐妹平安 我是二位利全道 在主日的清神 我们一同领受神宝贵的话语 今天分享的经文是 哥伦多后书五章一到十节 哥伦多教会是 司徒宝罗第二次旅行报道的时候 所建立的一间爱邦教会 他在这个城市里面 住了一年半的时间 和哥伦多教会的信徒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但后来教会内部产生了很多问题 又有人质疑保罗的权柄 于是保罗在第三次旅行报道期间 利用停留在已不所的三年的时间 他首先写了哥伦多前书 分析教会的问题 后来他又写了哥伦多后书 为他的使徒权柄作出辩护 后书的内容不止前书的内容 更有结构 他有很多情感的流露 充分显露出保罗 爱惜羊群的目者心墙 第四章 讲述保罗传福音所经历的苦难 四面受敌 遭遇迫白 接近死亡的边缘 等等 但他从来都不会退缩 毫无惧怕 因为他将心思意念 集中在永恒的事物上面 正如在四章十八节写到 原来我门不是顾念所见的 五章一到十节进一步 说明永恒盼望的具体内容 可以分为两个段落 第一段由第一到第五节 内容是深切盼望天上的房屋 第二段由第六到第十节 内容是土主喜悦的生活态度 第一段深切盼望天上的房屋 第一次保罗用了住屋的比喻 我们知道 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 必得神所做 不是人手所做 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以色列先祖是游牧民族 以色列人很明白住帐篷的生活 保罗用帐篷和房屋 分别代表地上肉体的生命 和将来复活永恒的生命 帐篷是临时性的 同样信徒再世寄居的生活 都是临时性的 天上的房屋是永远的 是我们应该定睛世汗 深切盼望的 第二至到第三节 保罗又用穿衣服 来比喻死后的身体 神插毁了地上的帐篷 也即是肉身的死亡 立即得到神所赐的身衣 不单只能够遮阔人的罪恶羞恥 更为人家添荣美 第四节指出 人在帐篷里面 叹息劳苦 这个是无可避免的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被罪污染的世界 但是并不表示信徒的人生是悲观的 保罗在第四节说 并非愿意脱下这一个 乃是愿意穿上哪个 现在肉身的生命 并不是不好 而是将来的生命是更好 因为只要我们一色尚存 仍然需要住在帐篷里面 所以如果从正面看 今生的痛苦和遗憾 反而增加了我们对自由 荣耀 复活生命的向往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有复活的生命呢 第五节指出 圣灵就是凭据了 正如哥伦多后书一章二十二节 他又用人人了我们 并且圣灵在我们心里作凭据 我们既然有圣灵确实的凭据 就不要像那些无知的人 只顾今生肉体的享乐 我们要深切盼望天上永恒的房屋 第二段讨主喜悦的生活态度 第六节 住在身内与主相离 是指肉体成为左隔 使我们不能够完全与主同在 正因为我们不能够凭肉眼看到主 所以我们行事为人 就要粗练信心的功课 师奉不是做给人看 讨人喜欢 师奉乃是向主忠心 知道神在暗中拆汗 第六和第八节 两次出现坦然无惧 这个词语包含两个意思 一方面是向神传无愧的良心 心思行为传传圣结 另一方面是无惧死亡 看死亡就好像拆了的帐篷 随去左隔 是永远与神同在 第八节就讲出保罗的心声 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 所以保罗纳志 无论是生是死都要讨主的喜悦 相信这个都是每一个有福活生命的人当持有的心志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各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我们众人是指信徒 将来信徒都要站在基督台前交障 不是为了定罪 因为在基督里就不被定罪了 乃是为了得奖赏 就好像运动员站在台上领奖 这样满有荣耀 基督台前的交障 也是得主称赞和赏赐的时刻 正如马太福音延章21节 远行回来的主人 叫博人前来交障 主人称赞那些能够发挥财干的博人 说 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博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尽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顶姐妹 愿保罗的生命和心智激赖我们 深切盼望天上的房屋 立定心智讨主喜悦 让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怜悯我们这帮卑微污蔑不堪的罪人 赐给我们圣灵为凭据 确保我们有身体复活的盼望 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 我们何等不配 主啊 求你保试我们心怀意念 不要追求今生短暂的享受 都不要被患难困苦 来到捆绑而失去喜乐 因为这一切都要过去 唯有遵行你的旨意 乃是永远长存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